记者吴生如基隆报道,王姓女保险业务主管在基隆开设咖啡厅、珠宝店,向多名被害人一起投资互助会后,却到会,更以投资名义,取走被害人数百万现金,累积下来金额高达三千万元。 王女却在本月25日失联,卷款逃跑,被害人求助无门,只好组成自救会,今日前往调查局金龙市调查站对王女提出诈欺等告诉王姓被害人指出,自己是王女的保护,长期配合下来已经买了十张保单,所以很信任她。 当时王女说有资金需求,开出六百万的本票、支票,就拿现金出现,没想到支票居然跳票,王女也开始避不见面。 王女咖啡店的供应商也指出,自己长期供货给她,但近期开出的货款支票陆续跳票,累计下来超过五百万元,损失惨重。 其中一名被害人则说,上周五有找出王女,要求她针对债务提出清偿方式,但事后她却又不见面,连店面的冷气都搬走,千万赔偿也没有下落。 据悉,王女利用各种名目跟被害人骗取资金,还要求保护将保单拿去质押,再将取得的现金拿来投资,也有直接用商借的方式,开出本,支票借款,事后却都跳票。 被害人们呼吁,希望不要再有民众被王女诈骗,如果还有受害者,也可以到基隆市调查站登记一并侦办。